這個我隨便畫 這個其實可能畫錯 不過重點就是說 你可以去看 因為什麼? 因為池本身有重量 這個時間關係 可能大家這邊不用去 做計算 不過你們回家可以去 確診一件事情 先知的平衡點是這個地方 所以你記住 我這邊是一個單位 一個單位的燕尾夾 一個單位的燕尾夾乘以 這一段距離 再加上什麼? 再加上你這邊 假設 假設 這一個尺是大M 的一個質量 所以你30 30公分所以你切了30等分 然後你去看 你去看這邊幾公分就乘以幾公分 OK 左邊是這邊 然後右邊呢 右邊呢 一樣是燕尾夾乘以這段距離 然後呢 你的質心在這一段的 這一段 這一段的一個中間 OK 一樣 再把它這樣看 所以30分之間幾公分 乘以來 你會發現呢 兩邊永遠是一個 橫等式 一個橫等式 OK 好 所以呢 既然我的平衡 是一個橫等式的時候 現在轉到我的講義 OK 講的講義 所以 這個呢 只是告訴你一件事情呢 就是說 好 我們知道了嘛 剛才其實講到的 任何一個東西呢 都有一個直心 OK 都有一個直心 好 所以呢 我這一半 這一半的一個木頭的直心 是在這一邊 這一半的木頭是這一邊 OK 好 所以 這邊的重量 再乘以這一段距離 支點是在這邊的距離呢 會等於 這邊的一個重量 乘以這一段的一個距離 OK 然後 物理上呢 為了要 每次這樣講 可能很複雜 很複雜呢 其實物理上 就去定義說 好 我們這樣的一個組合 當然 一些方向的東西呢 我們這邊 簡單化一下 我們就去講 就是說 好 這一個 從支點到 我這一邊的直心 這一段距離呢 乘以我的一個重量 OK 我們就稱為它 一個例句 OK 所以很簡單的 兩邊各有例句 可是當我的兩邊的例句 加起來是等於零的時候 這個就是我的平衡條件 OK 好 所以 你大概可以知道 就是說 我們簡單的一個概念 OK 你們 小朋友 小學生 如果覺得這些數學 都 都有點困難 也沒有關係 不過你有一個 你有一個概念 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當我一個物體 要平衡的時候 我不僅什麼 我不僅 我 力 OK 像這個重力 把它壓下來 我手指頭的力 把它頂上去 這個力要平衡之外 我這個支點 兩邊 還有一個東西叫做 力句 我是需要平衡的 OK 所以這兩個東西 如果平衡之後 我們就稱為 我的這個球棒 是可以平衡的 可以平衡的 OK 不過這邊 當然就是 力是管 一個物體的 一個直線的 一個運動 OK 跟加速度有關 然後力句 你可以發現 當我力句不平衡的時候 不平衡的時候 基本上是這樣 是會旋轉的 OK 會旋轉 所以力句呢 管的是旋轉的 一個關係 好 這個 有一個概念 其實 就可以了 不過這邊 當然 來 揮棒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旋轉軸是哪一個呢 其實 你們可以去看我 看我這邊 其實我揮棒 是這樣子去揮棒的嗎 OK 所以 你可以看到 有一個地方不動 是在這個地方不動 OK 所以我的軸就是在這邊 然後跟這個 旋轉的這個面 是垂直的 OK 所以那一個 在這邊 Z軸呢 原則上就是 所謂的 Z軸呢 就是所謂的 旋轉軸 來 握短棒跟握長棒 這個棒子呢 這個棒子呢 它的一個直心 剛才你們找到那個直心 如果在這個 這個地方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握短棒跟握長棒的 關鍵差別在哪 為什麼 比較 比較矮小的球員 握短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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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覺得 球棒會比較好 握長棒跟握短棒呢 其實所有的 可能高中的 讀過物理的都知道 這就是所謂的 轉動光量的平行軸定理 平行軸定理 OK 然後 剛才呢 其實已經有秀給大家一個看 就是說 同樣的一個例 OK 這個稍微一點 物理的概念 不過你們小學生 到國中 一碰到物理 第一個東西 可能就碰到這個 所以先聽一下 應該是OK的 就是說 我同樣的例 給 撕給一個物體的時候呢 我的質量 越重的 其實我越難改變它的速度 越難改變速度 OK 所以呢 這個概念完全是平行的 我直線的運動呢 我是用力來劃分 來評量說 我去改變它速度的一個能力 我現在 我要改變一個物體的轉動的能力呢 我把它 界定為所謂的力矩 OK 好 所以力矩呢 當然 我一個人揮棒呢 我的強壯度可能是一樣 可是呢 我要怎樣是揮得比較快 我要揮得比較快 就代表說 我這支球棒 對我的轉動慣量 OK 這邊 剛才是質量喔 質量 這邊呢 就多了一個轉動 OK 特定有一個量 我們稱為轉動慣量 它是越小的時候呢 我可以量 弄得越快 OK 所以 一支直棒 沒有 一支球棒 一支球棒 你當然會覺得 欸 一支球棒 照理講它的轉動慣量 應該是一樣啊 OK 實際上是不一樣的 因為轉動慣量呢 它跟我的轉動的支點 是有關係的 OK 這個 大家小心一點 你可以拿球棒 來 剛才你們不是都找到 球棒 大家分別 大家轉轉看 你們不是都有 找到這一個球 這一個直心的地方了嗎 你拿住 你拿住這個直心的地方 其實你現在轉是非常的輕鬆的 OK 非常的輕鬆的 OK 因為這次轉動慣量是很短 可是呢 你稍微移一點 大家稍微小心一點 OK 移一點的時候呢 你就會覺得 困難一點了 然後你再移過來一點 哇 你就覺得 這個實在很重 很難去轉動 OK 所以呢 所以呢 這告訴你什麼 當我的轉動的這個支點呢 如果越離 離我這一個 剛才找到的這個直心 越近的時候呢 其實我是很好轉動的 可是遠的時候呢 我還蠻難動的 OK 然後我剛才講到的就是說 這一個 這個尺呢 其實 這個尺呢 其實也蠻好去 反正 生活上 你衝動的東西 都是很好做物理的一個示範 你的球棒如果質量就是 變這樣的話 你這樣子就是難 這樣子就難一點 可是你抓中間 欸 很好動 很好動 這完全是一樣的 一樣的一些物理原則 OK 因為它的一個直心可能是在 它的直心可能在這邊嘛 然後你離它近一點 它就比較那個 好 這個大家 大家都可以去 稍微去 回家 尺都有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 試驗看看 好 來 大家可以看我這邊了 因為我們必須要有個 更好玩的東西要出現了 到底轉動觀量是多少 其實 這個我就稍微添 因為有更好玩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稍微弄 然後你可以看到其實 大聯盟 我剛才講的 每一個人都很壯 OK 可是每一個人的習性呢 每一個人的習性呢 可能都還是 有握長棒 也有握短棒的一些 的一些差別 OK 然後 當然我們等一下會 講到就是說 我在擊球的一個效果 好壞呢 跟我揮棒的速度 其實是很有關係的 OK 這是我這邊想要跟大家講的 然後揮棒可以多快呢 其實這個我沒有辦法 去用物理的原理去講 可是 物理學家 看到這種東西呢 其實我們先 先做觀察嘛 做觀察 所以這個 其實真的有人 OK 所以大家 大家可以看這一邊 看門這個比較大 OK 反正我就從正上方 正上方呢 去拍攝 去拍攝 然後呢 你去track 我在哪一個幾秒鐘的時候 我揮到什麼 揮到什麼 OK 所以這個呢 我們大致上 就用這樣的一個經驗 可以去累積成一個 所謂的經驗公式 可以經驗公式 OK 好 這個呢 這個omega 大家小朋友 可能沒有看過 喔 這是omega 其實這個呢 很 主要就是說 這個實際上 是界定什麼 界定我 一秒鐘 可以轉 來 大家知道 我們要轉一圈 是360度嘛 對 OK 所以那個omega呢 只是在界定我 一秒鐘可以轉幾度 OK 轉幾度 OK 所以如果可以轉360度的話 當然就是轉一圈 OK 然後如果 如果 我一秒鐘可以轉720度 就代表說 我轉好快 可以轉兩圈 OK 所以這個不是說限定一定是0到360 這樣子 OK 好 然後呢 這就還蠻有趣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 好 我同樣轉 我同樣轉的速度 一個球星揮棒它的速度 可能是一定 可是呢 它擊球點的速度 到底是多快呢 其實完全就跟什麼 就跟你擊球在什麼地方 是有關的 然後這個 小朋友應該有經驗 OK 因為你們在學校 如果是排隊伍 OK 要走個整齊的話 四個人排成一排 OK 四個人排一排 然後叫你們去擊球走 然後經過操場 要轉的時候 其實要整齊的話 這個轉的是一樣快的喔 可是呢 這邊就要快步走 這邊就要很慢走 OK 所以 同樣的 我在打擊的時候 當我擊球點 是在比較靠近 棒球端的這一邊的時候呢 當然我出去的速度 棒子的速度就會比較大 靠近這邊就會比較短 OK 所以 同樣一個球員呢 他擊球揮棒的速度 OK 即便是他角度轉的一樣快 可是擊球點不一樣呢 那一點 擊到球的那塊 那個區域呢 它的速度可能就會 就會不一樣了 來 這個 這個問題呢 其實 這個是絕對要問 問大家 送一本書的 我們剛才講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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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來 呃 呃 Tel William OK 我們直接講 Tel William 告訴你 就是黑白的那一個 那是 這個人多重要 因為這個人是 呃 一個球技 打到四成打擊率的 最後一個人 從他1911年之後呢 再也沒有 一個球星呢 打過一個球技 四成的打擊率 OK 然後 他打完之後呢 其實寫了一本 所謂打擊的科學 他裡面一直強調 一直強調呢 我在擊球的時候 OK 我的雙手要緊握著棒子 OK 可是呢 你們看到了 看到你們螢幕的 右邊的那個Jules Bray Jules Bray其實來過台灣好幾次 OK 然後他沒有打到四成打擊率 不過他曾經有一年打到三成九多 OK 然後也是棒球名人堂的一個擋組 他就說 沒有喔 沒有喔 我打球的經驗呢 是我打球的那一剎那之間呢 我的手是很輕的喔 我好像沒有 就是拎住棒子而已 所以這個跟Tel William的腳法 是決然不同的嘛 OK 所以現在的問題呢 你會覺得哪一個是對的 哪一個是對的 OK 來 這個答案是什麼呢 其實 當然就必須要去看說 我們球呢 打到這個棒子的時候呢 到底這個棒子會有什麼樣的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狀態 OK 然後 當然啦 我們要買一些儀器去做試驗 當然就是買一些壓電的一個Sensor 然後弄在這邊 然後我們去撞擊 撞擊 然後這個Sensor呢 當然就會 反正撞到的時候 它就有一種電流會跑出來 所以你會接到試驗器 你是可以看到這個震盪的樣子 OK 不過 拜我們現在的科技之次 我們可以用超慢動作去看 球打到棒子到底會是什麼樣子 OK 然後 這個超慢動作呢 其實應該很貴 應該很貴 所以我只有在2012年的大檸檬的肌肉賽看過 然後它呢 是每一秒鐘呢 它就拍攝了5000格的一個畫面 OK 然後 來 大家可以看到 欸 棒子 我們覺得很硬的 我們是覺得很硬的 可是呢 它在撞擊的 OK 那撞擊的力道當然是很大 所以 撞擊的奈薩拉之間呢 你可以看到 棒子基本上是很軟的 OK 很軟的 OK 然後 來 接下來呢 我們的一個議題呢 當然就是要去討論 欸 我的棒子 打到球的奈薩拉之間 它的一個震盪到底是什麼樣子 震盪模式到底是什麼樣子 OK 這是我們下面的一個議題 然後由這個議題呢 我們當然就可以去回答 到底是Tate Williams對的 還是Joseph Bridge是對的 來 這個不是球棒 所以這個大家先看 不過 只是跟大家講 這個大家有這種詞 所以大概也可以知道 如果呢 如果呢 我這一支 這是一個 就是木棍好了 然後我現在有一個 機器或一個夾子 我可以緊緊的把它夾住 OK 所以我機器夾住 所以它這邊就永遠不會動 永遠不會動的時候呢 你去撞擊的時候 你看到的 當然 看到的就是 這樣 就像什麼 跳水 OK 跳水板一樣 就是這樣子 震盪 OK 然後它當然 震盪就有它一個 震盪的一個頻率嘛 OK 可是如果我們 我剛才講到 我們還是可以用壓電材料 我們去做實驗呢 你就去分析 分析呢 它除了這樣的一個震盪之外呢 其實還有什麼 還有第二個震盪的一個模式 第二個震盪的一個模式 OK 好 然後這邊呢 就是我後面講到的 這一個 這個模式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模式 然後它的震盪的一個頻率呢 會比較快 會比較快 然後我這邊只是為了要讓大家看得清楚 所以我這邊 這個震盪的幅度 OK 這個幅度我還畫滿大的 其實是小很多啦 其實是小很多 OK 好 可是 我們也發現 實驗 我們同時也發現 就是說 假如呢 我這一根棒子 假如我這一根棒子呢 是 這邊 在你弄兩顆神弄起來 不是東西把它緊緊夾住 而是兩端頭 都是 就像它一個自由的東西這樣 然後你去敲 你去敲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第一個震盪 就是頻率最小的那個模式呢 比較像這樣的一個形式 OK 它的這個整個棒子裡面 有一點完全都不動 這邊又有一個不動 真的不動的這一點 叫做節點 OK 節點 可是呢 像這樣 像剛才我們講到的 一邊 只有一個節點 然後兩邊在那邊動 這樣的頻率是找不到的 OK 好 所以剛才 剛才那個問題呢 當然 我們就可以弄 我們對木頭敲擊的一個 的一個 的認知呢 我們就可以去回答 剛才的問題 說 欸 我們打球的時候 打球擊中的時候呢 我這一邊 一邊呢 我的震盪模式 是 到底是屬於像這樣 自由點 就像輕輕握著的呢 還是像 我們講的 我要緊緊的把 握住棒子 OK 我們就可以 我再重複一下 就是說 我們是可以去看 球撞到木 球棒之後呢 它的一個震盪模式 是這樣 最低的頻率 就是兩個節點的 還是最低的頻率 就只有一個 抓緊的這個地方 是一個節點的 OK 這個我們是可以去看 這個 這個打擊出去的 跟剛才是不是 不太一樣 是不是不太一樣 OK 不太一樣是 有沒有人 可以想到 這個我們剛才講到的 就是說 我剛才不是講到嗎 喔 沒有 這個我還是給大家 先看一下 那個 我們還是給大家 先看一下 剛才那個 那個答案 OK 來 這一個 我要看這一個 來 有沒有看到 這一個 這一個影片的一個 竅門在哪 關鍵點在哪 特殊的 特殊的 什麼地方 他的 右手 他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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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握很緊 他沒有握很緊 實際上呢 這一天 這個畫面呢 其實在那幾天 喜歡棒球的人 瘋狂轉載了很多 他這個人 在擠球之前 他棒子就滑掉了 就滑掉了 可是呢 他剛好 剛好 擠球到 我們等一下講到 擠到一個 所謂的甜蜜點 所以這一支球呢 是一支全雷打 這是一支全雷打 OK 所以這邊呢 可以告訴你 什麼 告訴你 我在擠球的 那一撒那之間呢 關鍵 OK 這個後面的議題 不過我可以先跟大家講 關鍵呢 是我們把球棒 揮出去的 那一個速度 可是呢 跟你握棒的那一種 緊啊 或者鬆啊 其實關係一點都沒有 OK 一點都沒有 OK 所以剛才 那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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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答對了 其實 我們是 對 先給大家看 欸 我應該有一個 欸 等一下 稍微等我一下 OK OK 我們在急球 奈薩拉之間呢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 我們急球奈薩拉 這個球棒呢 相當一個自由的 一個物體 是你不需要 你有沒有握緊 其實對手 打出去的效果 是一點都沒有 一點都沒有 這剛才那個影片 大家看得很清楚了 OK 所以 Tay William Tay William 當然講他 我也不講過嘛 在棒球 棒球科學 這個領域呢 教練他會有 他們自己的 經驗的看法 所以 Tay William呢 他從一開始 在打球 可能就是緊握著 就是把他 握緊 OK 握緊呢 當然 跟什麼 跟我球 打出去以後 棒子 那個震盪的一個時間 他會很快 就滴黑掉 可是呢 我幹嘛 把我自己的手 當作一個 防震 防震的工具 反正我打出去 可以打得遠就好 OK 可是 你的球打得遠不遠呢 跟我這一端頭 有沒有握緊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OK 更 更 更明確的一個證明呢 是什麼 是我們真的拿木棒 去做實驗 去做實驗呢 我們發 敲擊 敲擊木棒 敲擊木棒 大家發現我最低的頻率呢 是這一個形式 下面 綠色框框的 綠色框框的 這個 這個形式 OK 而 像這樣的一個頻率 OK 我用夾子 把這一端夾住的這個頻率呢 我們是沒有看到的 就代表說 我們不是這樣的一個形態 OK 所以 正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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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棒球的時候呢 其實 擊中球的是 這樣的一個模式 OK 這是 這是 這一個問題的 一個 一個解決 來 接下來呢 送禮物 對 送禮物 好 先送 對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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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 就覺得真的是蠻有趣的 有一點見為憑 你就看到 那一個選手呢 真的就是 球棒就滑掉了 整隻球棒就飛出去 可是 那隻就是一隻拳來打 然後 當然我們想要問的 就是說 這個節點 這個節點 OK 到底 這邊 這邊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張 這一張呢 你可以看到 打到球呢 這一個 喔 色影還是一樣 一秒鐘五千張 OK 這個球棒呢 基本上是沒有震盪 沒有多大的一個震盪 OK 可是 相對於我們 之前給大家看到的 這個是完全不一樣 OK 然後 它那個差別在哪呢 那一個差別 當然就是 差別說 我在 我這邊看 擊球的時候呢 有沒有 剛好擊中這一點 因為我們剛才講到的 既然 解點呢 是我在震盪的過程之中呢 就是不會 不會動的那一點 我們叫解點 所以呢 你揮棒 揮棒的時候 再打到那一點 當然 我這一個震盪的模式 就不會出現 OK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OK 所以這個時候呢 當然我的球棒 就不會有震盪 當然 還是會一點 還是會有一點震盪 可是 那個震盪呢 會屬於什麼 會屬於我 次高的 那一個震盪模式 OK 所以我們剛才講到的 一個木棒呢 它最低 最低的一個震盪頻率呢 是有兩個節點 然後再次高的呢 就會有三個節點 OK 三個節點 OK 可是有沒有四個節點的呢 目前沒有發現到 OK 我們也覺得沒有 OK 不過這個要用更多的理由 我去說服大家今天時間不夠 我們就稍微不講這個議題 OK 然後這是一個斷棒 OK 斷棒的打擊 當然 OK嗎 斷完以後 你可以看到它在空中 就只有這個時候在打 不過斷棒當然 你從剛才的那一個 那個 你們從剛才的那個解釋呢 大概就可以知道了 就可以知道了 就是說 它打到的一定是非節點 而且是打到滿中間的 所以 當它打下去之後呢 這個整個球棒的一個震盪 非常的重 非常的厲害 OK 厲害 當你的震盪很劇烈的時候呢 如果超過什麼 超過這個 球棒 它的木材的一個 存在 存在的程度的話 自然就是會斷棒 OK 然後 所有的斷棒呢 都會在它的 就是握球的這一端 OK 這次還是可以解釋的啦 OK 然後 然後 當然 衍生出來呢 來這邊 衍生出來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斷棒會不會影響你的 你的 擊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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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 因為這時間 時間有些時候 簡單講其實是沒有影響的 因為 你們可以理解一點 就是說 好 我現在呢 因為我的斷棒 來大家可以看我們前面這邊 我的斷棒 永遠都是斷在這個地方嘛 OK 所以我球 擊在這邊的時候呢 我必須說 波要傳到這一邊 傳到這邊呢 它斷了之後 它可能有 可能你握棒在這邊 怎麼樣 你有沒有反 反射回去的一個坡 OK 好 反射回去在這一邊 反射回到你擊球點的時候呢 我們有很多的實驗 可以證明 這個球已經飛出去了 飛出去了 所以原則上 你是不會有影響的 OK 不會有影響的 這樣子 當然 你會覺得 可是 斷棒的球都飛不遠 那是因為斷棒的球 本來又沒有打到 雞 那個甜蜜點 它的彈 它的反彈的那個 係數就是小 這樣子 那有沒有人剛好 打到甜蜜點 然後沒有球 對 也是 沒有 斷棒的全力打 是 它沒有擊中甜蜜點 可是它可能力道很強 幹嘛都吸 很多的因素 因為球 其實這個因素很多 球還會旋轉 幹嘛 剛好讓它又飛出去了 全力打強 可是如果你打到甜蜜點的話 一般我們會覺得 這個球棒的支撐力是夠的 是夠的 所以你比較少看到 打到甜蜜點就斷棒了 而且很重要一點 我剛才不是講到嗎 甜蜜點 簡單講 甜蜜點很靠近 我剛才講到那個節點 所以你打到甜蜜點的時候 它的震盪是很劇烈的 OK 就像 就像 這一個 就像這一個一樣 其實這個球棒是不太劇烈的 OK 好 時間關鍵 來 最後一個 來跟大家講一個 最後一個好玩的地方 就是 這個節點 我們該怎麼去找 OK 該怎麼去找 然後 當然很簡單 來這邊 大家可以稍微安靜一點 就可以聽到我的 我的一個 演示 OK 然後 來 大家聽一下 有沒有 那個 聲音不太一樣 OK 好 聲音不一樣 聽得很小聲 好 我們呢 我們再做一個擴音機 OK 擴音 來 膠布 好 好 我解釋一下 李老師現在在做一個那個 你知道像大聖功一樣的那個 然後可以把聲音放大 現在他剛剛咕咕咕咕咕 就可以透過這個 然後放大 然後它在裡面 光是這個 其實我們還可以講一些好玩的事情 都是用物理方法來做 有沒有 突然間就很大聲了 可是呢 你發現 這個地方就是很小聲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就是節點 然後我們打下去的時候 最小聲打下去的地方呢 其實這個棒子的震盪是比較小 OK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是節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 節點呢 其實跟我的這個中心 是不一樣的一個位置 那打到哪裡的聲音 打到哪裡的聲音 啊 打到哪裡的聲音 原則上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你如果打著 打著這樣 一定是 一定是斷掉的 所以你可以一下 打到 一般 一般我們說節點跟節點 在打到中間 震盪會最大 OK 然後我剛才也講到的 就是說 這個東西 為什麼可以 變大聖功 變大聖功 然後為什麼有很多的一個 科學議題 可以來這邊講呢 其實 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知道 我們在 如果上太空以後 上太空以後 我大聲 大聲喊 朱老師 你聽得到嗎 朱老師聽得到 我喊他嗎 不知道 因為他沒有戒指 真棒 沒有戒指 我送你一顆球 因為你 他很捧場每一顆 每一個 每一個問題 沒有戒指 沒有空氣 OK 然後很簡單 因為我們的聲音呢 就是靠空氣震盪去做的 OK 所以呢 原則上我這邊呢 其實做了一個想法 我在震盪的時候 它是傳到這裡 所以我的這個拍檔空氣的界面 這個面就是很大了 OK 然後這一邊呢 也可以讓你 原來 原來那些古樂器 小提琴 古樂器 為什麼會那麼貴 這絕對不是旋 因為旋 你現在記住 拉要拉幾磅都可以 可是你聽到的樂器 我們講小提琴好了 到底是誰在拍檔空氣 可以讓你聽見小提琴的聲音呢 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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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鳴是讓你大聲 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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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提琴 我剛才講到 我們在打它的時候 你可以聽到大聲 是這個 這個拍檔空氣的嘛 然後 學過小提琴的 應該知道 小提琴的旋呢 這邊是有個叫Bridge 對不對 小提琴是勾起來 你在拉旋的時候呢 你是會震盪這個 這個東西呢 是會震盪你整個小提琴的琴聲 整個聲子 OK 所以呢 你就可以知道 我整個琴聲呢 那些 喔 好幾次那種古琴 那種名人 整個琴聲打造的都很費工 怎麼連 怎麼弄 因為你聽到的是整個琴聲 對空氣的拍檔 OK 然後 這個東西呢 就完全 科學很難去掌握住那種 那種很精密的東西 OK 所以 從這邊呢 還是一樣 就說 學科學都是這樣 其實你有很多 一樣的一個原理呢 其實你可以初略行通 OK 我們讀物理呢 跟生物學 可能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不同的一個 一個 理念 生物學喜歡多樣化的話 越煩越好 越多樣越好 越多樣越好 可是讀物理呢 會覺得 我最好是有一點點 一點點的一個原理呢 可以解釋得越多越好 OK 可是 我們在物理界呢 的確也因為這樣 可以 對啊 可以真的解釋了很多了 我們現在 真的 物理定律 我現在來跟大家講 以後 你們上國中 上高中 學物理課 絕對 不要被一些人騙的 哇 物理學好難喔 要背好多 所有的科目裡面 我覺得 物理科 可能是背最少的一門 最少的一個 因為 像我這麼不愛背書的人 物理學也覺得 就這樣 就這樣 然後 今天的 今天的 時間 差不多 差不多 是這樣 當然 如果 有機會 有興趣 棒球 棒球的故事 很多科學 還有很多 OK 還有很多 都是可以 跟大家分享 不過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先到這邊 做一個結束 好 我們先謝謝我們李宗傑老師 好不好 大家先 謝謝